團結政府邀請伊黨正式加入 這裡有兩個角度 從兩個角度先來看 伊黨會不會加入成為團結政府 這是另外一回事 先從兩個為什麼安華要邀請伊黨 這第一道問題必須要先回答 為什麼要邀請伊黨 很簡單 第一黨現在是國會最大黨 他的議席 多過 火箭 自然也多過公正黨 自然也多過武統 他的議席現在是國會最多最大黨 那麼如果安華 他是要組成擴大的 XL size的團結政府的話 你不能夠繞過伊黨 你喜歡不喜歡的話 你不能夠繞過伊黨 因為他是國會最大黨 OK 這個是安華 他要釋放的一個善意 告訴伊黨說 你可以進來 我可以接受你 因為你是國會最大黨 好 那麼其實安華跟哈迪阿王 兩個人的關係是非常不錯的 OK 兩個人都曾經在70年代 阿賓 擔任過主席 首先是由安華擔任阿賓主席 後來安華被抓 被關在港本町的時候就由哈迪阿王成為代主席 之後就成為主席 所以哈迪跟安華是要改 king的領袖來的 並不是某改 king 當然 大家的這兩位領袖的 他們的 個人的特質都很強 Personality都很強 所以會有這些Personality clash OK 人格上的碰撞 就會插出火花 但是這個火花呢 並不是合作的火花 而是矛盾的火花 那麼在 明年的時期呢 這兩位領袖就有碰撞了 那麼記得 之前有提 有聽過一個版本的就是 那個碰撞 的版本是在 Kajangmove 就是要換州務大臣的時候 共政黨要把Khalid Ibrahim換下來的時候 那麼在那時候就發生了很多的事情 Khalid Ibrahim就跟伊黨 走在一起 那麼 其他的公政黨跟 行動黨的 Exco都已經辭職了 但是因為有伊黨 的存在 整個州政府 還能夠繼續運作 因為 在那個時候 就有5位州行政議員 伊黨 4位 還有 再加上Khalid Ibrahim 1位就是5位 維持了最基本的 這個 quorum OK 法定本數 可以開會 那麼這些是之前的 之前的一些前提 那麼現在來第2道的這個問題 第2道問題呢就是 伊黨會加入嗎 伊黨會加入嗎 簡單的答案 是 不會 OK 那麼為什麼不會呢 因為有 火箭在裡頭啊 這是最 簡單的答案 最 直白的答案 有行動黨在裡頭 那麼行動黨 跟伊黨 能不能夠再次合作 可以 但是前提是 現任的 伊黨的領導層要換國選 如果還是由 哈迪阿王來領導的話呢 那麼 現在的 伊黨 是不太可能 會跟 有行動黨在內的 政治聯盟合作 所以 對安華來說 他向 伊黨 釋放三義是 一切雙標 一方面呢是展現出自己的 大器 自己的寬宏大量 我能夠忍受 過去你哈迪你羞辱我 過去你哈迪你最把屁 你伊黨你最厲害的時候你羞辱公正黨 你看不起我安華 無所謂 現在是我掌權的 我把你拉進來 展現出 我的豪情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也藉此機會 來分化 國盟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安華只是講說 他邀請他正式邀請伊黨加入 團結政府 但是土團黨呢 為什麼你沒有邀請土團黨加入呢 難道你看不起土團黨嗎 還是說 你只是邀請伊黨 那麼土團黨就放在那邊 一旦伊黨加入成為團結政府 然後土團黨沒有加入 成為團結政府的話 就 就意味著什麼 這個國盟 就名存死亡 就已經不在了 OK 所以這一點呢是 相當關鍵喔 對 伊黨來說 不過 我是覺得 伊黨是不會加入啦 所以這個呢 簡單來說 他是一部 三滴挖啦 OK 是一個政治的 部署 沒有太多 實際意義的 那麼如果是 我們在生意層的去想喔 如果 伊黨真的是點頭打贏的話 他是國會最大的黨 那麼 你的 內部的蛋糕要怎樣分 你可以擴大 OK 你可以擴大 但是你擴大 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限制的喔 你不能夠無限擴大 現在的 伊 部長的人數好像是有29人 那麼 難道你要把它變成50人的內閣嗎 那個就太 嚇人了吧 喔 還是40人的內閣 也 有點 嚇人喔 馬來西亞的人口才3200 3200萬而已 所以對 安華來說 他只是先拋出這個課題 如果真的是伊黨答應的話 所有的政治資源要進行重組 那個 musical chair 音樂的椅子會繼續的在轉 那麼到時 你要把 要把武統放在哪裡 如果武統進來的話就是 武統跟伊黨是有競爭的喔 OK 那麼安華 能不能夠很好的扮演平衡數 還是 他就是要讓這兩個政黨 在裡頭打 所以 考慮到 伊黨本身的這個意願 實際操作的這個困難 安華所提出來要求伊黨 加入團結政府的話 只不過是一個幌子而已 大家不需要太過認真的去看待 不可以 比 Bir充 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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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